同学们看过这样的新闻报道吗?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各国抢购疫苗 其中最受瞩目的疫苗 为 mRNA疫苗 保护力高达9成以上 你是否也好奇 什么是mRNA疫苗? RNA的中文名称为核糖核酸 而mRNA的m 是messenger 所以mRNA称作信使核糖核酸 以及能带着遗传讯息 为下一步转移成蛋白质提供所需的讯息 要真正了解mRNA 可以先从认识RNA的组成开始 我们首先介绍核酸 这是一种通常位于细胞内的大分子 有两大类 包括核糖核酸 RNA和去氧核糖核酸 DNA 主要负责生物体遗传讯息的携带和传递 RNA部分结构如画面所示 仔细观察这个结构 可发现图形结构重复出现的片段有两个类别 红色框的部分称为磷酸基 蓝色框的部分称为核糖 是一种五碳糖 也就是RNA结构中有重复的磷酸基和核糖的结构 再加上寒氮碱基 即绿色框的部分 而RNA的寒氮碱基 有A线飘零 C胞密定 G鸟飘零 U尿密定 四种 分别如画面所示 若已知依去氧核糖核酸DNA部分结构 如画面所示 同上述方法 可找出结构中重复出现的有 红色框的磷酸基 蓝色框的五碳糖 及四种不同的寒氮碱基 但仔细一看会发现 五碳糖及寒氮碱基的结构 和RNA的略有不同哦 我们先从五碳糖来看 发现不同点了吗 组成RNA的五碳糖核糖 二号碳有一个OH 抢基 和组成DNA的五碳糖 核糖相比 二号碳少一个氧 因此称为去氧核糖 再来看两者的寒氮碱基 DNA与RNA均各有四种寒氮碱基 其中三种相同 都有A线飘零 C胞密定 G鸟飘零 但DNA的第四种碱基 为T胸线密定 RNA的第四种碱基 为U尿密定 由上述内容可归纳整理出 核糖核酸 RNA 可视为由画面左边的最小重复单元结构 进行间接而成的大分子 去氧核糖核酸 DNA 则可视为由画面右边的最小重复单元 进行间接而成的大分子 科学家将核酸的最小重复单元 称为核甘酸 包含磷酸基 五碳糖 含氮碱基 其中 若只有五碳糖加含氮碱基 则称为核甘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双骨与单骨螺旋结构 DNA 是由核甘酸 一个接一个排列成长链状的聚核甘酸链 两条聚核甘酸链 再利用碱基互相配对 若其中一个核甘酸的含氮碱基是A 则在另一股上相对应的核甘酸 上面的含氮碱基必定是T 若含氮碱基是C 则相对应的含氮碱基一定是G 形成双骨如同螺旋T般的形状 亦称为双骨螺旋结构 DNA分子所携带遗传讯息 被编码于聚核甘酸链的碱基排列顺序 因而形成遗传密码 RNA是由核甘酸 一个接一个排列成单骨长链状的聚核甘酸链 而RNA的配对原则是碱基AUCG COVID-19的 MRNA疫苗的设计概念是什么呢 MRNA疫苗采取了让人体细胞自己生产同样属于蛋白质的病毒残肢 进而产生抗体 而MRNA疫苗并无携带所有能制造COVID-19病毒的核酸 且不会进入人体细胞核 所以施打疫苗无法使人感染COVID-19病毒 我们将其分成四个阶段来说明 首先 COVID-19病毒是一个球状病毒 外头有一根根突起的极蛋白 可用来感染人体细胞 里面是单股RNA 含有病毒基因 MRNA疫苗设计概念 就是把COVID-19当中极蛋白的讯息植入人体 因此制造MRNA疫苗必须取得极蛋白的讯息 当科学家获得病毒的全基因序列 解析病毒基因群里所有的功能 选定目标 极蛋白 然后就会进行到下一个程序 制造要送入人体的MRNA 科学家会挑选出能够制造极蛋白的MRNA 并包覆在奈米级的脂肪球体内 最后当疫苗打进人体之后 身体会读取里头的讯息 透过转移作用 自行制造出类似COVID-19病毒的极蛋白 当其迁移至细胞表面 免疫系统即可辨识COVID-19的特征 制造大量抗体 日后人体遇到COVID-19病毒 免疫系统就会去对付它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核酸是生物体中的大分子 主要负责生物体遗传信息的携带和传递 包括核糖核酸 RNA和去氧核糖核酸 DNA 核甘酸是组成核酸的基本组成 包含磷酸基 骨炭糖 含氮碱基